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跟他一起变好 可王山却不相信他 李娜准备带着C2默和徐杰尔去摄影棚的拍摄现场 他们俩听后都很激动 但领导很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只让默默跟着去了 另一边 周磊大嘴巴把孤维一恋爱的事情说了出来 顿时谢雨淫就很难过 他低下头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红了眼圈 哎 期待什么呢 运信都没有一条还能来接我 没有花香 没有树膏 我是一颗无人籽的小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谢谢你 人 人挺多啊 车应该快来了 车来啦 走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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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前面来吧 回到家里趁司徒墨去洗澡 顾卫义给傅佩打电话 询问第一次约会要做的事 傅佩正因为跟王山闹别扭 而躺在床上生气 接到顾卫义电话后就更气了 司徒墨洗完澡出来发现没有开灯 他去开灯才看到顾卫义在点蜡烛 不想破坏气氛的司徒墨又把灯关了 两个人就点着蜡烛吃了晚饭 晚上顾卫义陪着司徒墨看恐怖片 直到他害怕 于是顾卫义就牵着他的手 司徒墨正窃喜的时候 顾卫义提议要不要喝啤酒 顿时他就激情起来 顾卫义笑着说 有些事不喝酒也能做 说完他准备去亲他 可这时默默的电话响了起来 这天司徒墨等在摄影棚上攻 这一次拍摄的明星是很火的小鲜肉 林植存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投讯视频搜索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速看办